当我看到哈马斯拿着AK47冲入以色列哨所 挨个点名射杀乙军士兵的新闻时 真的是下把掉在了地上 然后捡起来又喝上的 实在是想不到 成平日久的乙军已经退化到了这种尴尬地步 说好了中东小霸王去哪了呢 当年这支军队可是全球明星 又是单挑阿拉伯练军 又是千里奔西伊拉克核反应队 一件件一庄庄的战绩让人刮目相看 47年前更是创造了长途奔西4000公里 徒行乌干达解救人质的行动 成就了世界特种作战史上的奇迹 是不是好汉另说 那时的大卫星是真的有 大家好啊 我是阿董 1976年6月27日子夜时分 温哥达首都肯巴拉教委的恩德培机场 迎来了一架特殊的空客A300 航班序号法航139 这一架本应由特拉维夫飞往巴黎的客机 在今天雅典起飞后 被四名隶属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接机者劫持 至于为啥这架班机的乘客这么倒霉 原因也很简单 飞机上一共有258名乘客 其中105人都是犹太人 对于阿拉卡巴来说 这架飞机无疑是最理想的劫持目标 法航139被劫持后 先是在利比亚的班加西停留了7个小时进行加油 这期间还释放了一位怀孕的女乘客 算是表达了一下人道主义姿态 之后再次起飞飞往乌干达 为啥阿里巴巴们要飞往乌干达 就要提到那位非洲大帝最纯洁的孩子 乌干达吃人暴君 伊迪阿明 本来以色列和阿明政府之间的关系还不错 但由于在乌干达与肯尼亚干达时 以色列不想总当冤大头 拒绝提供贷款和军援 惹得老朋友阿明暴跳入雷 一下子翻了脸不和以色列玩了 甚至在联大上压烟要灭了以色列 成了铁杆的反义斗士 劫持飞机的劫机者选择来这里 算是找到了在这里别客气 就和回家一样的感觉 飞机落地后 劫机者将所有的犹太人 扣押在了机场的旧航站大楼 并与阿明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之后他们向以色列喊话 要求释放关押的40名巴勒斯坦人 以及13名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犯 第二天下午 阿明总统像不像样的亲自去问候人质 但当有人称呼他为总统先生时 亲切的气氛骤变 他大骂犹太人没礼貌 不叫他陆军元帅 一敌阿明达拉博士阁下 而叫他总统 摆明了就是不尊重人 严厉的建称 只有以色列同意接机者的要求 才能解决危机 在劫机事件发生几分钟后 以色列就推断出失联的这架空客可能被劫持 但直到第二天下午 以色列总理拉宾 才从BBC的新闻报道中得知 139号航班被劫持到了恩德培机场 军医市情报局立刻着手制定救援计划 开始搜集机场蓝图 航程 导航 天气等一系列情报 一名摩萨德特工 受命驾驶一架轻轻飞机 在恩德培机场上空 以技术故障的借口绕飞了几圈 给旧航展楼拍照 这些照片为随后的突袭行动 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趁着法国政府与结局者谈判的档口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部争分夺秒 拿出了一份使用4架C130运输机 运送小规模突击部队 长途奔袭拯救人质的初步计划 但由于缺少进一步的情报信息 高层对这个冒险的行动 意见严重不一致 反对者称制定这个计划的 国防部佩利斯的班子 就是个幻想委员会 但给你机会你由不中用 在彻夜无眠否决掉好几个计划后 总理拉宾顶着巨大的压力 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 最终愣是拍摆了这个幻想委员会的计划 甭管咋地 这个兵是非出不可了 行动方案序话需要时间 但眼看着结局者要求的 7月1日最后期限就要到来 正当幻想委员会满头大汗要马爪时 结局者竟然主动提出 最后痛点的期限可以延后至7月4日 同时还释放了全部非以色列乘客 拉宾和佩雷斯都懵了 实在是想不明白这群疯子到底要闹哪班 原来原因是阿明忙得很 这期间他要去毛里丘斯参加费猛大会 为了他这次当明星亮相 一堆人只能退出时间来等他回来 突如其来的大礼包 给了以色列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 赶紧开始根据少得可怜的情报 拆解每个细节 精确计算每一分钟时间 规划每辆车的行进路线 好在安德培机场本来就是以色列公司设计的 蓝图都是现成的 佩雷斯思虑再三 最后敲定由乔纳森·内卡尼亚胡忠孝 负责行动的地面指挥 这位忠孝 一位小三岁的弟弟 名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没错 就是这两天大家天天刷到的那个总理 内塔尼亚胡 在强大森的指挥下 突击队紧急搭建出一个 1比1的安德培机场模型 连台阶数都一样 以此却连突击队员对行动地点正确的空间感 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演习 与此同时 霍氏的人质中 有位退休的法国陆军上校提供了重要情报 他画出了旧航战楼的布局 人质和截击者各自的位置 得知现场的恐怖分子有13人 驻守机场的瓦干达军队则有60人 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馅饼 以色列人的两眼都在放光 此刻是7月2日一大早 距离最后的生死线 还有48小时 为了尽快接近航战楼 而不打草惊蛇 危及人质安全 第一波脱体部队 很有才的脑洞打开 他们要假扮阿明 承诺一辆库斯塔坐驾的黑色奔驰 趁着夜色快速接近 但黑色奔驰一时间还真不好找 只能拉来一辆同款的白色旧奔驰 刷上黑漆虫树 不过像阿明那样堆位的黑树树 实在是太难为犹太人 只能在脸上涂黑拼一把 反正只要让温甘达士兵愣一下身 足以近距离开火就够了 7月3日下午1点 四架严重超载的4130 从以色列的洛德机场起飞 装载有280名以色列突击队员 合作战装备 同时还有两架波音707 作为指挥与后勤支援随行 他们在新代半岛最南端的空军基地 进行加油补给后 以距离海面15米的高度超低空飞行 避开埃及和沙特的雷达 以免阿拉伯兄弟给接接着打小报告 之后C130上升到600米高度 穿越埃塞尔比亚飞往吴干达 在飞行了8个小时后 绕过数个敌对国家 跨越4000多公里 C130们终于抵达了恩德培机场舱控 晚上11点01分 第一架C130的起落架接触到了吴干达的跑道 这架飞机紧紧的尾碎一架 正在着陆的英国客机躲过了雷达探测 顺利降落在灯火通明的跑道上 塔台对此毫无察觉 不等机舱门完全打开 10名突击队员立刻跳到跑道上 沿着指示灯开始放置点亮的灯带 这样就算塔台关闭跑道指示灯 后面三架C130也可以依靠这些微热的亮光顺利着陆 随着货舱门打开 经过一番大秀的奔驰车和两辆路虎冲了下来 向旧航战楼开去 地面行动指挥官乔达森忠孝就在奔驰里 40倍的速度虽然慢的夸张 但假扮领导就要有领导的样子 离旧航战楼只有100米时 两名吴干达士兵出现在前方示意停车 这都是演习过无数次的情形 乔达森当机立断 一缩子子弹打出去 放倒了两名巡逻士兵 行动终于真刀真枪的开始交火 频频啪啪的弹雨开始向三辆车飞来 他们迅速地板游冲向旧航战楼 由于障碍阻挡 车辆只能停在楼门口45米前的地方 乔达森第一个跳下车 开始边射击边向前冲 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乔达森内塔尼亚活中校 是岛下的第一名突击队员 一发子弹穿胸而过 但所有的战友都没有停下来 因为事先乔达森就要求突击队员 在进攻途中不要顾及受伤者 必须全力进行营救行动 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救治 乔达森内塔尼亚活成为此次行动中 唯一牺牲的突击队员 在与守军进行激烈的对攻后 突击部队成功控制了航战大楼 他们使用西伯来语 通过空音区大喊着 过倒我们带你回家 在度过了惊恐的几天后 希望重新降临到这些人质之中 此时距离打死第一个吴干达士兵 仅仅只过去了15秒 此时后面的三架4130陆续开始降落 更多的突击队员和装甲车开始投入战斗 他们各司其职向机场的吴干达士兵发起进攻 陆续占领的塔台 新航辆楼燃油库 黑鼠说的战斗力你懂的 一切都和反复操练的演习一模一样 没有意外没有差错 23点32分 突击队向总部发暗号杰弗逊 说明人质已经开始转移 此时的人质开始从震惊中回过味来 个个都想拥抱拯救他们的英雄 但英雄表示 咱先别搞这些有的没的赶紧先撤吧 大厅里一片混乱 大家都在翻找他们的行李 宝贵的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浪费 塔台那边还枪声不断 急得蹦高的突击队员就差跪下来 求这些组统们赶紧动身了 当大家好不容易挤进了4130 由于太过紧张 几次暴数清点 查到的登记人数回回不一样 最后人质们都急了 表示确实没拉下人 赶紧别数了 突击队员这才承认 自己的数学确实是体育老师教的 就此罢休 最先落地的4130在地面上 总共停留了26分钟 在装好人质后 立刻急速爬升到维德利亚湖上空 转向肯瓦方向返航 整个车队过程中 四辆装甲车一直冲到封锁部队 顶住了来自肯帕拉的吴干达援军 送走人质后 大家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开始发挥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 自作主张将机场的5甲米格21 和4甲米格17 全部都炸上了天 这些东西可是吴干达控军的全部夹当 机场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 负责断后的突击队员 开始奔驰和两辆路虎最后撤退 遭遇了来自塔台的机枪射击 好在他们毫发无伤 当最后一辆路虎登上飞机后 所有的C130迅速起飞离开机场 但后面的吴干达军队可没把修 一片混乱中 他们开始想能看到的任何目标开火 结果NP机场中乱枪一片 一场行动下来 总共有45名吴干达士兵被打死 行动只有了53分钟 以色列以牺牲一人 不伤两名人质为代价 完成了这次标榜事策的救援行动 就连暴跳如雷的阿明也难得正经一会儿 承认单从军事的角度讲 以色列的小伙子们确实干得漂亮 辉煌的战国也能美军都看得心痒痒 在1980年伊朗劫持美国大使馆时 美军一想仿向NP机场突袭 来一场千里大奔袭 结果因为计划不周 不但一个人没救到无态撤退 连带还损失了一架C130和8架海中马直升机 8名士兵连敌人都没见到 就一命呜呼 这场名为鹰爪行动的闹剧 阿董前两天单独做过一期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注意找找看 所以这就回到了开头的问题 当年如此威风八面的以色列国防军 今天去哪儿了呢 其实近20年来 以色列从来没有超过30天的地面战斗 早在2006年离异冲突中 就已经暴露出他们的拉胯表现 这支军队或许已经 盛名之下其实难复了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还想了解礼仪冲突中 乙军是怎么拉胯的 关注看组工作室 后面继续给您唠嗑 最后记得留个赞再走 我们下期见